兄弟们黑羽这是被绿了吗 在最新的剧情中 黑羽的老婆生下了一个鸟 但是这个颜色却有点不对劲 既不像黑羽的黑色 也不像白铃的白色 难道是小黑被绿了吗 众所周知原著中 黑羽的孩子模样是白铃鸟 但却是黑色的 这一点还是像黑羽的 因为白铃鸟一族有着不少种类 黄色羽毛和彩色的基本上都有 就是唯独没有黑色羽毛的 在动漫中却改成了 有点偏蓝色的容貌 也不知道有何用力 最后黑羽为自己的女儿 取名为黑童 在黑童出生后 她就成为了江兰界众人的掌上明珠 她来在牛掰的腰地 也抵不住小孩的诱惑 不过黑童的资质却平平无奇 在她度过四九天节之后 并没有获得传承记忆 这也就确定了 她不是超级神兽 也不是上级神兽 在黑童刚出生时 基本上也能确定 她的资质是怎样的 毕竟白铃鸟一族 是非情一族中的弱族 最强的神兽 也就是终极神兽 即使黑童刚出生时有些特殊 但她的本体是百灵鸟 也就注定了以后不会太强 后来在秦宇的帮助下 非童度久久重结之时 也是顺利完成 最终化成了人形 这小家伙的爱情来得非常快 在一个叫绿蓝星的星球上 有着一位让黑童念念不忘的人 此人正是非雄一族的波凡 因为她不是神兽 等级才一级天妖 实力低微的 她根本入不了黑羽的法眼 毕竟日后等她飞升 非童靠郭凡来保护 简直是不太可能 最终在秦宇的劝说下 只好同意了她俩的姻缘